上次看了一个同学 然后他说Hello World出不来啊 这里面第一个你要看一下你的代码有没有错 当然后来他说有一个地方是 应该是Bible打成Label了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错误 刚一开始大家接触react以及webpack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时会觉得有点不着编辑 就是感觉我该做的东西做了 然后东西就是出不来 这个大家要忍受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 这个基于JavaScript的开发环境 它的报错很多东西 其实并不像原来我们在Java 或者在C++里那个报的那么准啊 而且当然你也是对它不太熟悉 所以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且有时报完错以后 你真的按照那个错去找 你还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来讲呢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问题 就是当一个技术处于一个活跃期的状态 就是开发更新更新很快的时候 那么这种问题就是会出现 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那其实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时候 因为你觉得难 别人也觉得这东西不好用 那么等你学会了以后 当然别人不会你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在市场上竞争力就不一样了 好吧 稍微回顾一下 做一点点回顾 就是搭建Wipack这个环境 首先第一个来讲 我们当时知道了 怎么去创建一个package.json 这是我们当时知道的 那么而且呢 我们说了三个空间 第一个空间呢 是我们的html加css加javascript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前端所能看到的空间 那么第二个空间呢 是安装包的空间 用npm 或者我们原来在bill里边 我们介绍过bower 这个都ok 但是来讲呢 这两个其实搁在一起 相对来讲还算简单 而且我尽量在 在讲解用网页模式在讲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来讲 都是把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都给你列出来 我尽量用npm去安装 或者用bower去安装 那么这个时候 当webpack进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整个就出现了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基于node.js 那么事实上来讲 它要把一些只有在es6或者jsx 只有在这些webpack空间能看得懂的东西呢 它要通过bible去翻译成先前的第一空间的内容 也就是第二空间只是安装 所以这个事情相对简单 但是未来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webpack 将第三空间的东西编译成第一空间 那么原先其实来讲 这其实来讲是前端开发的模式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注意我说的不是框架上的变化 我说的是模式上的变化 就是开发模式的变化 原来你写什么展示什么 现在的状态变成了你写一个东西 然后等上线的时候 它要编译成另一个东西 这个是对大家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深远 而且现在整个的前端的工作 开始向这种工作模式开始切换 那么当然未来浏览器是不是能跟随着 比如也许以后支持jsx 或者是支持es6或者type script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来讲 那么这种趋势会越严厉 因为它给开发者所提供的就是说 它让开发者再给开发者套上一个枷锁的时候 事实上它也提供了更多的价值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你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 把代码写的更大 然后去维护更复杂的代码 这是WIPAC整个的作用所在 这就好像说当年为什么有了汇编语言或者机器语言 我们需要更高级的语言 我们需要高级语言 然后中间需要编译过程 然后才能产生机器码 然后二进制程序才能在机器上工作 那么对于最早期的计算机科学家来说 其实来讲你使用汇编语言也并没有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来讲你就是在编码 然后让机器去运行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但事实上来讲 每一次的这种每一次的升级 事实上来讲是让代码向人更靠近一步 而不是让人去靠近代码 也就是说代码向人妥协 那么代码本身的编程的用户体验会越来越好 那么这样的话 会使得更多的人 也就是说不具备像计算机科学家那样的 那种这么厉害的技术水平的人 他也能编写出代码 也能解决他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这个其实来讲是他整个的一个作用所在 那么OK 那么我们当时讲了如何去安装WiPad 那么当时我们知道了 杠G 杠G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装 杠G的意思是全局的 也就是你装完这个东西以后 有一个全局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就强调了一下 如果你开了一个黑的对话框的话 这个黑的对话框 我们这个弄窄一点 如果开了一个黑的对话框的话 那么这个对话框应该是以命令行方式运行的 当然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上期我们这个东西掉出来 我们把它调到这个页里面 如果就是那什么 你不用一行一行CD啊 就选中这个文件夹 然后到这有一个copy pass 然后直接邮件 当时前面打一个CD 黑车 那么现在你就进到这里下来了 看到了吧 进到这里下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上期还记得我们怎么去编译它吗 我们把整个代码看一下 当时package.json 这个是我们在运行完 c npm init-y 以后 然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东西 -y其实是静默的执行 就是说如果你不打静默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我多说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 因为我不想 不想跟其他的混在一起 比如make一个 dl03 当然03一会我们会删掉 因为这里都没啥用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 我们最开始打的是 npm init-y 那有同学说我不打钢外 不打钢外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进入一个特别啰嗦的模式 它出来以后 它会给你提借 比如它问你package name 比如说我就叫03 坏了 没进到那个文件件里 坏了 对我先把它退出来 我们要进到03 这个文件件里面 OK 那这个时候它没有package json 那么我需要新建一个 就是我底下 比如我要新建一个工程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npm 这个可以不打c npm 凡是跟那个创建东西的时候 可以不打 你一般来讲安装的时候 install的时候 一般用c npm 原因呢 大家也知道 这个我就不讲了 反正是你用npm速度会很慢 甚至有可能会断 这个原因你自己去想 然后这个地方呢 如果打unit 我把这个其他的东西说一下 比如说它问你package name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一次可以改的机会 你可以改 也可以不改 那我就回车不改 word的话是1.0.0 这个取决你的版本号是什么 你要创造一个什么版本号 缺什么就是1.0.0 你要不做不改的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过去 description description这个东西呢 其实来讲呢 看你喜欢 比如 隔壁 王校长的03 项目 好 然后这有一个 entry point entry point 其实来讲 是 如果是nodejs的话 这个一般来讲是拿nodejs 就是node的空格index.js 所以这个东西是被缺成去load它的 你应该不给 因为我们没动它 我们不改 它缺成就是index.js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东西 那我们这里选择不改 然后test command 这个我们也不管 直接回车 get repository 这个东西呢 是你的get的这个仓库的位置 如果你不是从get上弄来的 你也不想写这个东西 那就回车 keyword 其实来讲是 就是说对这个 你的这个项目呢 你写几个keyword 然后能够让大家来理解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检索 或者在github端用的 那你也可以打回车 author 这个我打一下 叫隔壁王校长 为什么老打个b出来呢 好 license 这个不用管 直接回车 然后 他会问你 你看他这一次生成 name叫03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给你呢 他问你这是不是ok 你可以打yes回车 这个时候你再产生的话 这件一个package.json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于创建package.json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奇怪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package.json是哪个空间的 我这里面再强调一遍 package.json这个文件是第二空间 是安装空间的 他用于指明项目的底层逻辑说 我到底有哪些的这个包要安装到上面 以及能够使用 所以底下当我们说webpack的时候 跟他是webpack是在他是在node的基础上 node其实来讲npm是node在安装包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webpack其实来讲要比他高一层 webpack已经进入第三空间了 webpack是那个编译的空间 理解吧 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边 我们开始的时候 这是index.js嘛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写了一段jsx 这就是jxx 这个东西其实是xml 这个不是html 只是他长得跟html相近 然后的话呢 那么经过他 也就是说你要想让他能处理他 在这边我们直接是拿了点bundle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了 这个地方是mode是development entree呢 是.src.index 有js 那个js不结尾 这个是node里面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去用于resolve 这个就是把这个build的这个pass搞出来 也就是他会知道这个pass在哪 这个pass其实来讲是在这 这个build是build的过程中产生的 bundle.js也是build的过程中产生的 你看他有一个output的嘛 然后在这里面 当时如果对于没有jsx的话 那么jsx那个是解释不了的 就是bibble不知道该怎么跑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用了bibbleloader bibbleloader里边的present 这个有一个present bibblepresentreact presentreact 这个是用于解释jsx的 当然来讲 未来如果你有其他的 比如es6 es7 甚至type script相应的有不同的loader 那么我们今天只有jsx 那么就 就那么就只放他进来就好了 那么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退出来 cd02 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在这运行webpack的时候 你看他基本能够编译成功 他就重新编译成功了 那编译成功以后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可以quam哪里去了 啊 在这 直接 bill in browser hello world就出来了 这是 我们上一 上一次课 做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已经能够产生了 其实来讲 第一个webpack的hello world已经出来了 大家能理解 然后的话呢 底下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 我们当时除了这个什么以外呢 这个 呃 我们装了这个 bible 包括bible的loader 包括 呃 at bible c bible c 呢 是bible loader 8.0以后 他要求bible c 变成7.0以上的时候 用这个名字 如果bible loader 是7点几 以下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c 的名字叫bible 减号 c 不叫bible 一杠号 这个其实呢 就说到一点 就是说 这些做酷的 这些人吧 就是对于向前兼容 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呢 这个地方 呃 虽然这是开源 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批评一下 这个呃 怎么说呢 就是改名字这件事情吧 当然不是说不许改啊 呃 但问题是 这个东西到底到底意义在哪里 呃 也就是说你最好 最最好的一个状态是说 别人装了一个最新的版本的一个库 那么能跟很多其他以前版本的库 都能很好的融合起来 都能很好的工作 但是你发现 现在的这些开源的库 基本没有什么耐性 呃 很多人 如果你原来用的是 bible loader 7点几 然后你升级到8点几以后 马上给报 报错给你看 报错给你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 bible card 连名字都改了 原来叫bible 一减号 现在叫bible 品 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啊 但事实上来说 你可以用一个办法 让原先的用户 能够平滑的升级过来 也就是这个升级过程 你应该自己来完成 而不是让所有的用户自己来控制 就这件事情做的非常非常的 给人的用户体验不好 所以那天有一天在抖音上 我我我其实抱怨了一句 我说大家都在说这个用户体验 就是说真正最终用户的用户体验 但是其实没人在意程序员的感受 就是写库的人非常的 呃 我甚至称之野蛮啊 就是呃 从来不考虑用的人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很轻易的连名字这种东西都来回改 这就好像 就人 比如这个人名字叫张三 啊 明天叫张三丰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还好啊 这个可能你看起来还有一定连续性 有的就连连续性都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来讲会给整个开发的人造成很多很多困扰 呃 我其实是非常想谴责这种这种行为的 就即使你有一百种原因 呃 这种行为也是应该避免的 但是他就发生了 呃 发生了呢 那怎么办 就凑用 呃 而且YPAC本身这个工具和很多其他的工具相比 就只能这么比 你要跟Java底下的Mainman比差远了 就甩的Mainman甩的三条街 我告诉你 呃 但是你要是在JS底下呢 你真的还就没有其他东西好用 你其实只有难用和更难用 对吧 所以底下回到我们原来那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难用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处于很活跃的状态 他不是一个成熟状态 所以很多 很多这个甚至写库的一些人 也很很随性 然后甚至很任性的去干一些事情 呃 那对我们学习者来说 怎么办 你只能忍受 没有办法 因为来讲这个地方越乱 事实上来讲呢 那么市场上能够掌握这个东西的人就越少 那么如果你能掌握以后竞争力就越强 这个这个我把这个关系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讲 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轻轻松能挣来的钱 这件事情不轻松的时候 他反而容易挣钱 这件事情轻松了 呃就烂大街了 OK 然后当时我们装的时候 还装了这个Bible Preset Environment 这个其实ENV是Environment的这个缩写 就是他环境 实际是这个是用于编译S6的 然后还有Bible Preset React 这个是用于编译GSX的 那么当时呢我们安装了这个东西 安装了它以后呢 同时我们当时还在这里面加了这段 呃这段代码 那么也就是这是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里面是Test的 呃片 就是说GSX 它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是这是个正责表达式 然后拿这个正责表达式去滤 那么滤出来以后呢 对它使用Bible Loader 然后对它使用了Bible Loader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能看到 现在生成的这个页面 它能成功的编译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刷它就能出来 OK 这是我们上节课看到的所有的内容 好 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